刘姨,你怎么又给我老公洗内裤? 刘姨是我家里请的保姆,今年48岁,平常除了蛋活,也不咋爱说话。 看起来,老实本分,身上穿的衣服,也都是她儿媳妇不要的衣服。 每个月发给她的工资,她都寄回老家,养她两岁的小孙子。 就算她给老公洗内裤,我也不会误解她和老公的关系,根本不会往那方面想。 毕竟她的年纪都可以当老公妈。 我最多,说她几句,让她下次别这样做。 刘姨愣了一下,将手里的活放下,支支吾吾地说道,我今早收拾屋子,在床上看见脏的内裤,就顺手拿过来洗了。 我下次注意,刘姨道歉的态度很诚恳,我也不想为难刘姨,她其实挺可怜的,老公瘫痪,养儿子不争气,唯一的小女儿还丢了,一大家子的人,等她养,这半辈子也够苦的。 嗯,我点了点头,自从我怀孕后,我和老公的内衣内裤,都是老公手洗,我不喜欢别人碰我的贴身衣服。 我已经怀孕六个月,再过几个月,我就要当妈妈。 我淡淡地说道,刘姨,我饿了,做饭吧。 刘姨反问道,不等志强回来吗?志强是我老公,她每天七点到家,现在才四点,平常家里都是六点做饭。 我感觉自己对刘姨不错,每天只让她做三顿饭,没有让她一天做八顿饭。 并且,我半夜饿,都是让老公去做饭,我看刘姨年纪大,尽量不折腾她。 没想到,她竟然问这话,老公不在家,我还不吃饭了吗? 我没好气地说道,不等,现在做,我饿了,我真的搞不懂,刘姨她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我是孕妇,请她来的目的是照顾我,而不是照顾我老公。 我想吃饭,她就去做,问其他的是干嘛?我自己老公,我还能让她吃不上饭? 刘姨的话,让我心里不舒服,也可能是我怀孕期间,情绪容易波动,太敏感。 刘姨点了点头,有些不情愿地说道,好,那我先再做。 刘姨进了厨房,我进了客厅,刘姨给我做了蘑菇炒肉,皮蛋豆腐,排骨豆角,还熬了冬瓜汤,都是我爱吃的。 刘姨做饭好吃干净,手脚麻利,这点我还是喜欢的。 吃完饭,我躺在沙发上,玩着手机,突然闻到一股猪蹄味儿,我愣了几秒,我都吃完饭,怎么还煮猪蹄? 我忍不住问道,刘姨,你煮猪蹄呢吗?这么香,厨房里传来刘姨的声音,她说,是嘞,高压锅煮的,这猪蹄味儿真香,我摸了摸肚子,还能吃下。 冰箱里的猪蹄,是我妈妈特意跑到农村买的,我妈妈告诉我,这猪是吃五股杂粮长大的,而且现沙,熬出来的猪蹄汤肯定好喝,比超市里买的猪蹄好。 几个小时过去,我老公也下班,他刚进屋,我就从沙发上坐起来,笑着说道,老公,老公的手里,拎着我最爱吃的草莓,回来了,快换鞋,饭菜都做好了,我刚穿好拖鞋,想要去门口抱老公,就看见刘姨出现在老公面前,体贴地接过老公的衣服,挂在衣架上,还弯腰给老公拿了拖鞋。 刘姨做完这些事,像是没事人一样,转身进了厨房,老公这个傻子,笑呵呵地朝我走过来,大声说道,老婆,草莓,怎么了?我可是准时回来的,老公笑着问道,他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他看出我生气,但一定猜不到,我因为什么生气,我这是怎么了?怎么还吃一个48岁阿姨的醋? 到底是,阿姨对老公有意思,还是我太敏感,我淡淡地说道,没怎么,快吃饭吧,刘姨将饭菜端上桌,公饱鸡丁,猪蹄汤,木耳炒肉,还有糖醋鱼,哇,这么丰盛,我去洗手,老公在我脸上亲了一口,起身去卫生间,老公并不知道,我已经吃完饭,我坐在椅子上,看着桌上的菜,心里不舒服,开口问道,刘姨,怎么都是新做的菜? 我吃剩下的菜呢?刘姨干笑两声说道,啊?你吃剩下的菜,让我吃了,刘姨话一儿刚落,老公就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他说,刘姨,以后别吃剩菜,跟我们一起吃饭,啊?不太好吧,刘姨看了我一眼,又抬头看向老公,老公坐在我身边,笑着说道,有啥不好的,一起吃,我将筷子放下,冷冷地问道,刘志强你什么意思? 要是躲得快,老公愣了几秒,他加了一块鱼子,放到我碗里,老婆,我怎么惹你了?别生气,你告诉我,我肯定敢,老公嬉皮笑脸地看着我,用手拉着我的胳膊晃了晃,我老公就是个傻子,他永远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让他自己反省,也没有用,我这人说话也直,我什么时候让刘姨吃剩菜了?刘姨做好菜后,会盛出来一碗菜,他自己吃,厨房里有一个小桌子,他在厨房里吃,这怎么能叫剩菜? 我倒是很猛,刘姨为什么吃我剩在盘子里的菜?那是我给老公留的,想着等老公回来,刘姨加热一下,就可以,口误,口误,我的错,老公抬起手,轻轻打了自己嘴一下,老婆,你是孕妇,别生气,看着满桌子的饭菜,我一点食欲都没有,我已经被气饱了,我压低声音说道,你还让刘姨跟咱们一起吃饭,你怎么想的? 我个人觉得,大家还是保持些距离,不要关系太近,太好,否则一些事,都不好意思张口说,我堂姐就是前车之鉴,跟保姆的关系处得不错,结果辞退的时候,保姆不愿意走,还骂我堂姐不念恩情,说什么? 我堂姐坐月子的时候,她尽心尽责地照顾,完全忘了,她是拿钱办事,花钱雇她的,大恩如大仇,我堂姐告诉我,别太亲近,正常相处,就好 老公将筷子放下,眉头紧揍,她说话的声音提高了一个调,声音很大,她说,我怎么想的,刘姨忙前忙后地照顾你,一起吃饭怎么了?刘志强,你他妈的混蛋,我抬起手,使劲推了一下老公肩膀,转身进卧室,将卧室的门反锁上 老公站在门外,用手敲门,老婆,你把门打开,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叹了口气,当初,我嫁给老公,我爸妈反对,嫌弃我老公家里穷,还嫌弃我老公是个外地人,感觉不知根之底 但我还是选择嫁给老公,婚后,我爸妈勉强接受老公,但老公的心里,一直有隔阂,总感觉我爸妈看不起她 可能在老公的眼里,我不让刘姨一起吃饭,就是看不起刘姨,就像我爸妈看不起她一样,触碰到她敏感的自尊心 晚上十点,老公再次敲门,老婆,开门,我真的错了 我将老公的枕头,棉被抱起来,家门打开,今晚,你睡沙发,我心情很糟糕,只想一个人静静 老公刚想说话,我便冷冷地看着她,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老公接过棉被,枕头,淡淡地说道,好吧,那你晚上睡觉,一定要记得关窗户,别着凉 我点了点头,将卧室的门关上,我躺在床上,心里想着白天的事,人无法选择投胎 如果我在老公所处的环境下长大,我会不会像老公一样敏感,自卑 老公六岁的时候,亲妈就跟人跑了,我公共是开大车的,平常也没时间照顾老公 都是老公的奶奶照顾老公,老公也算是争气,考上大学,毕业后进了大厂 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当上主管 算了,明天老公还要上班,睡沙发一定不舒服 我下床,看了眼时间,凌晨一点,我打开卧室门,走了出去 我将客厅的灯打开,只见刘姨盖着老公的棉被,躺在沙发上 我的手紧紧握拳,刘志强,女人哪 我花烟刚落,刘姨睁开眼睛,像是受了惊吓,她猛地坐起来,看着我 我没有起夜的习惯,只要睡着,就是一觉到天亮 刘姨使劲揉了揉眼睛,她走到我身边,小声说道 小林别喊,志强在我屋里睡觉呢,她明天还得上班 刘姨住在次卧,我和老公住主卧 把床让给老公睡,自己睡沙发 这刘姨对老公还真不错,不是一般的好 老公从次卧里走出来,她用手揉了揉眼睛 光着上身,下身只穿了一条内裤 老公一脸的困倦,淡淡地问道 怎么了老婆,谁让你住刘姨房间的 把衣服穿好,我拿起沙发上的抱枕,砸在老公的身上 老公咧嘴笑了笑,我这不是着急,忘了穿吗 老公试探性地问道,老婆,我进屋了 老公将沙发上的枕头,棉被抱起来 转身进了主卧,将卧室门关上 好像她住在刘姨房里,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看刘姨的反应,也是非常的淡定 没有任何暧昧的痕迹,反而像是我多心了 看着刘姨那张老实芭蕉的脸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告诉她离我老公远点 对我老公,不要那么殷勤 半天,我才说出一句话 刘姨,你早点睡吧 我和我老公的事,你不用帮忙 知道了,我下次注意,刘姨点了点头 我进了卧室,使劲叫门关上 老公躺在床上,看着我傻笑 她说,老婆,快上床 我上床,拿起枕头,使劲砸在老公身上 谁让你住刘姨房间的 你俩啥关系 老公一脸困惑地看着我,眼神里尽是无奈 她常常叹了口气,用手摸了摸我的肚子 老婆,我知道,你怀孕脾气不好 容易生气 但你也不能冤枉人啊,刘姨的年纪都能当我妈 并且,她长得也不好看 我又不瞎,那你为什么住她房间 还让她盖你的棉被,枕你的枕头 你对她没心思,她万一对你有心思呢 我故意压低了声音,瞪着老公 扑斥一声,老公笑出了声 她淡淡地说道,咱家沙发小 我躺在上面,腿都悬空 刘姨就让我去她屋里睡一晚 我俩怎么可能有事 你要是感觉刘姨碍眼 那就把她辞退,再招个新保姆 老公说的话正合我意 好,那就把刘姨辞退 老公愣了一下,脸上的笑 明显将映住 老婆,找个好保姆可不容易 你想想,刘姨她做饭好吃 干活麻利,话又少 年纪还大,真的辞退 我冷冷地说道 刘志强,你什么意思 是你提的辞退 这么快就变卦 老公的态度,让我起疑 刘姨必须辞退 我看见她心里不安 我已经怀孕六个月 我不想让任何人影响我的心情 老公没心微粥 拉了拉我的手 老婆,好保姆不好找 要不你再考虑考虑,滚 滚出去睡 我不想和老公磨叽 也不想看见她 老公说话的语气带着几分无奈 她被迫点了点头 好好好,辞退,辞退 我明天就跟刘姨说 第二天,我睡到中午才起床 刘姨将做好的饭菜端到桌子上 她的眼眶有些发红 像是哭过 我刚坐在饭桌前 刘姨便开口说道 小林,好端端的 为啥要辞退我 我哪里做错 你说出来,我保证改 刘姨站在我身边 眼神惶恐 说话的语气十分卑微 看得出来 这份工作对她很重要 刘姨突然拉住我的胳膊 小林,你就让我留下吧 我保证好好照顾你 我找了个合情合理的理由 刘姨,我妈要来照顾我 你也知道,我不上班 志强的工资也不是很高 想减少开支 刘姨突然开口说道 我可以接受降薪 别让我走行吗 降薪,像刘姨这样的保姆 是非常好找工作的 根本犯不着降薪留下 我心里泛起了嘀咕 难道刘姨真的对老公有意思 刘姨见我不说话 脸上挤出一个难看的笑 小林,今天23号 你能让我干到月末再走吗 我想多拿几天的工资 顺便找找新的工作 距离月末还有7天 刘姨的请求 也算是合情合理 但我总感觉 刘姨留下7天 会发生不好的事 我是个孕妇 怀着孩子 就我们两个人在家 我怕出意外 我笑着说道 刘姨,你人这么好 做事也麻利 根本不愁找工作 你照顾我 尽心尽责 这7天 就当我给你放假 工资按照一个月的发 不扣你钱 你收拾东西吧 我妈一会儿就来 我妈根本不知道 我要辞退刘姨的事 我老公和我爸妈的关系一般 我就没让我妈过来照顾 一方面 怕他们吵架 另一方面 我妈年纪大了 不想让她太辛苦 刘姨看我的眼神复杂 像是要发怒 又强忍着 行 那我就不赖着不走了 我去收拾东西 刘姨进次卧收拾东西 收拾了半个小时 她背着黑色包 手里拿着两个大兜子 小林 要不你今天就把工资给我结了吧 正常是每个月10号 给刘姨发工资 既然刘姨开口说了 我也就答应 行 我支付宝转给你 我将一个月的工资 转给刘姨 刘姨收到钱后 朝着我冷哼一声 当场翻脸 她说 赵小林 你身上的臭毛病太多 不就怀着孩子吗 瞧把你金贵的 以后对志强好点 他能容忍你的臭脾气 是你幸运 这要是在我们村里 你早被婆家打死了 我愣了几秒 如此难听的话 竟然是从刘姨的嘴里说出来的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平日李老师本分 嘴竟然这么毒 我后悔多给她7天的工资 刘姨不是在家政公司请来的 而是老公朋友直接介绍来的 就算想投诉 都没有地方去投诉 刘姨又骂道 还不让我上桌吃饭 狗眼看人低 这样的人 留在身边 保不住哪天 惹到了她 她会暗中给你使坏 我冷冷地说道 离开我家 刘姨看了眼我的肚子 冷哼一声 你这胎肯定是个丫头 你就没有生儿子的命 刘喜兰 你再不从我家滚出去 我就打电话报警 刘喜兰是她的名字 我不想再跟这个疯女人待在一起 刘姨不满皱纹的脸上 露出一个笑 她说 你老公出轨了 出轨的人是我 我跟她上过五次床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炸开 我用手扶着桌子 呼吸感到困难 她说的话 是真的还是假的 刘姨冷笑着说道 别不相信 你老公有恋母情结 就喜欢年纪大的 我本来不打算说的 是你非要辞退我 所以我就告诉你真相 你可千万别生气 小心流产 刘姨说完这话 推开门就走 空荡的房间 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感觉肚子疼 心更疼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给妈妈打了电话 妈 你快来 我肚子疼 我用手摸着肚子 心里默默祈祷着 我的孩子 千万不要出事 我被爸爸妈妈送去医院 还好送医院及时 孩子没有事 但还是见红了 出事的时候 屋里 只有我和刘喜兰两个人 我没有任何的证据 证明老公出轨她 一切都是猜测 我不会放过刘喜兰 无论她说的话 是真还是假 我妈拉着我的手 心疼地说道 还疼吗 我妈有心脏病 偶尔心悸 身上一直背着塑笑就心丸 我的事 我不能让爸妈知道 让他们为我担心 我笑着说道 不疼 我没事 我对爸妈说了谎 说是刘姨出去买菜 我自己在家 不小心摔倒 小林 让你妈去照顾你几个月 我爸揍着眉 一脸的担忧 爸妈是这世界上 最爱我的人 同理 我也爱他们 我不忍心让他们 知道我的遭遇 我怕他们心疼 难受 我笑着说道 算了吧 我妈做饭 还没有我老公做饭好吃 我真没事 你俩就别瞎操心了 医生给我开了安胎药 嘱咐几句 也没什么大事 我和爸妈刚出医院 就看见老公急匆匆地赶来 老婆 没事吧 老公走到我面前 额头上冒着汗 大口喘气 他是跑来的 他看见我爸妈 礼貌地叫了句 爸 妈 看见老公 我的心猛地疼了一下 犹疑的是 我要问清楚 爸妈 志强来接我了 我跟他回去了 你俩也早点回家 我走到老公身边 老公用手扶着我的腰 爸妈担忧地看着我 欲言又止的模样 我爸开口对我老公说 志强 照顾好小林 他怀孕六个月了 老公气喘吁吁地说道 放心吧 爸妈 我跟老公上了车 车子启动 我在后视镜里 看着渐行渐远的父母 心里五味杂交 这一路上 老公嘴里说个不停 虽然都是关心我的话 但我感觉心烦 没有跟他话 过了半个小时后 总算是到家 我坐在沙发上 冷眼看着老公 你和刘喜兰上床了 还他妈上了五次 他亲口告诉我的 老公愣了几秒 短短几秒里 他的眼神由震惊到惶恐 又到最后的愤怒 他大吼道 胡说八道 老婆 我怎么可能和刘喜兰上床 他都48了 我是瞎了吗 刘喜兰人呢 我跟他当面对峙 老公坐在我身边 双手抓着我的肩膀 让我和他对视 老公小时候缺失母爱 他喜欢比他大的女人 这一点我是知道的 老公的前任比他大七岁 而我比他大四岁 老公虽然喜欢比他大的女人 但都是漂亮的 刘喜兰不漂亮 还比老公大二十几岁 这也是让我感到怀疑的地方 我故意说谎 炸老公 刘喜兰把你和他的床照 发给了我 要看看吗 老公咬了咬嘴唇 手紧紧握拳 看我的眼神带着愤怒 他大吼道 我跟刘喜兰没有任何关系 他胡说八道冤枉我 我今早跟他说辞退的事 他不高兴 他是在挑拨离间 就算有照片 也是他辟图的 你把照片拿出来看看 老公从我要照片 我只能将他推开 我没有照片 老公识破我的试探 说话的语气 变得更加有底气 我跟刘喜兰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还不信我 冤枉我 我注视着老公的眼睛 老公跟我对视几秒 便低下头 一副委屈的样子 老婆 你上床躺着吧 我去上班 现在是下午三点 老公每天六点下班 我刚从医院出来 家里也没有保姆 他就要去上班 你现在去单位 路上就要花费五十分钟 最多上两个小时的班 老公换好鞋 回过头对我说 多上两个小时的班 就多两个小时的钱 我去那摸鱼有钱拿 我走了 老婆 绕过好自己 老公走后 我躺在沙发上 用手摸了摸肚子 脑子里出现一个声音 把孩子打掉 和老公离婚 我对老公很失望 非常失望 我好像开始讨厌他 讨厌他的一切 想到他的脸 就会皱眉 我心里猜测 如果刘喜兰说的话是真的 那么 他在我家住的这半年里 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我缓缓起身 去了次卧 这里是刘喜兰住了半年的地方 被褥都是当初我花钱买的 刘喜兰也没有将被褥带走 我用手掀开棉被 只见床单上 有星星点点的污渍 我心里有个大胆的猜想 我不在家的时候 老公会不会和刘喜兰在家里坐 那这床单上 会不会是老公遗留的经验 我戴上一次性的手套 将床单卷起来 又将棉被上的被套扒下来 我打电话给我的堂姐 我堂姐是一名医生 我跟她说了谎 说是朋友怀疑老公出轨 让我帮忙的 我跟堂姐说好 我打算今晚从老公身上弄到经验 明天再给堂姐邮寄过去 堂姐告诉我 想要检测结果 至少要等五天 到晚上 老公回来 我特意缩在她怀里 用手帮她解决 随后拿起纸巾擦了擦手 将纸巾扔到垃圾桶里 老公抱着我 对我说 老婆 我朋友又给我推了一个保姆 今年52岁 人老是本分 做事也麻利 工资还不高 我让她明天过来 我不想表现出反常 便点头答应 新来的保姆叫陈娟 她又瘦又高 喜欢笑 爱说话 她跟我聊家常 外面天气好 她就拉着我出去晒太阳 我叫她陈娟 陈娟干保姆16年 认识很多人 我便忍不住问了句 陈娟 你认识刘喜兰吗 陈娟笑着说道 刘喜兰 我认识 她儿子下个月2号半生学宴 我愣了一下 刘喜兰的两个儿子 一个比一个败家 怎么会半生学宴 我又跟陈娟聊了几句 陈娟告诉我 刘喜兰嫁过两次人 这次半生学宴的是她小儿子 我从陈娟的口中得知 刘喜兰老家的地址 刘喜兰的现任丈夫 是个木匠 比刘喜兰大四岁 对刘喜兰还不错 我皱了皱眉头 刘喜兰那两个败家的儿子 是她跟前夫生的 她跟前夫已经离婚多年 完全断了联系 她说的那些可怜经历 什么被儿媳妇欺负 养生病的丈夫 养两岁的小孙子 都是编的谎话 我在耐心等待结果 等待堂姐的电话 软眼过去三天 便我想不到的是 陈娟跟我说 她不干了 要走 这样我感到诧异 我忍不住问道 陈娟 为什么走 陈娟看了眼我的肚子 常常叹了口气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支支吾吾半天才说 我这都土埋半截的人了 还有二十几岁的小伙子骚扰我 就在楼下 每次买菜都能看见她 我惹不起 我还躲不起吗 我还是换个地方工作吧 陈娟的一番话 明显有暗示 骚扰陈娟的人 我猜是老公 一方面怕我动了胎气 另一方面也怕我不信 毕竟她已经52岁 我老公那么年轻 长得也不错 我明白陈娟的意思 我也知道陈娟是个好人 我轻声说道 陈娟 骚扰你的那个人 是我老公吗 陈娟愣了几秒 呆呆地看着我 她的表情很震惊 看陈娟的表情 我就知道猜对了 我强迫自己冷静 手紧紧握拳 陈娟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哎 什么忙 你说 陈娟看我眼神里 带着几分同情 我的遭遇跟陈娟很像 陈娟年轻的时候 老公也是 在她怀孕期间出轨 害得她流产 身体受伤 摘除了子宫 陈娟这辈子 无儿无女 也是够悲惨的 我将自己的计划告诉陈娟 陈娟很爽快地就答应 我将家里的银行卡拿出来 这里面有25万 其中10万是我的嫁妆 另外15 是老公和我攒下的 老公之所以能攒下这些钱 完全是因为 房贷是我爸妈在还 这个房子的首付 也是我爸妈拿钱出的 跟老公结婚这几年 我改变了很多 买衣服买便宜 化妆品买便宜的 我老公最心疼钱 他既然敢出轨 那我就花光余额 让他肉疼 陈娟 我带你去买些东西 我带着陈娟 去奢侈店买东西 一天下来 花了5万 卡里还剩下20万 老公下班回家 就阴着脸说道 赵小林 你疯了吗 一天花了5万 买奢侈品 我一个月工资才1万 日子还过不过啊 马上把这些衣服退掉 我坐在沙发上 淡淡地说道 不就是几件衣服吗 我爸妈买彩票中奖了 754万 我故意压低声 不让陈娱听见 老公听我说这话 愣了几秒 原本阴着的脸 瞬间露出笑 他蹲在我旁边 给我揉着手 眼睛里冒着绿光 他小声问道 真的 那爸妈什么时候去对奖 太好了 咱们房子的贷款 可以一次性还清 我心里冷笑 眼前这个男人 竟然是我千挑万选 用来结婚的人 我小声地说道 我爸妈没说 这是不能走漏风声 得小心点 别让坏人盯上 对对对 爸妈讨绿得对 老公连着点头 脸上带着笑 我懒散地伸了伸腰 所以 这几万块钱 根本不算什么 有钱就要享受 明天我带你出去买衣服 老公亲了我一下 笑着说道 行 咱们有钱了 老婆 等爸妈拿到钱 我想换辆新车 50万左右的就行 在公司里 跟我一样级别的主管 都开好车 老公讨好着我 给我揉着肩膀 我没有说话 默默地点头 到了晚上 老公很是殷勤地 给我洗脚 对我嘘寒问暖 格外的体贴 以前 他总是说上班类 对我无法细微地照顾 果然 有钱能使鬼推磨 我老公就是个例子 我带着老公去奢侈店 买衣服 老公又说 结婚的时候 委屈我了 没给我买钻戒 要给我补上 他带着我去珠宝店 买了钻戒 花了两万期 他刷卡的时候 很潇洒 脸上带着笑 我记得刚结婚那年 我花了一千元 买了件大衣 他跟我吵了一架 还跟我说什么 要攒钱 攒够钱 带我去环游世界 结果 这些话他都忘了 不得不说 有钱真好 我跟老公花了十一万 我们的卡里 还剩下九万 到了晚上 我的堂姐给我发来消息 她告诉我 床单上遗留的经验 和老公的经验完全吻合 也就是说 老公不止一次 在家里和刘喜兰发生关系 这两个人渣 竟然敢趁着 我怀孕期间乱搞 还是在我眼皮子底下 老公躺在我身边 我强迫自己冷静 别让老公看出什么异常 我要花光我俩所有的积蓄 让他跟我离婚后 身无分文 剩下的九万块钱 我用了两天的时间 全部花光 我和老公坐在高档餐厅里吃饭 我俩的位置靠窗 老公很是殷勤地给我加菜 老婆 多吃点 我们离婚吧 我将筷子放下 淡淡地说道 老公愣了一下 他拿筷子的手一抖 筷子掉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声音 在这个安静的环境下 这声音格外的刺耳 老公舔了舔嘴 干笑着说道 老婆 我又惹你生气了 你又说气话 再过几个 咱俩的宝贝可就出生了 我冷笑一声 将手机打开 点开一条录音 里面传来老公的声音 陈娟 你就跟了我吧 我年轻身体好 我还给你钱 一次二百怎么样 我说话算数 只要你跟我上床 我就给你钱 或者我可以先给你一百 滚 你不要脸 小林辛苦怀孕 你在外面乱搞 还专挑比你大二十几岁的女人 你疯了吗 陈娟的声音格外暴躁 老子就喜欢年纪大的女人 游喜兰跟我上过床 你问问她 感觉如何 她求着我跟她上床 老公说这话的时候 格外得意 这录音是陈娟给我的 我故意将声音调节到最大 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听清 我看见有人在用手机录像 估计是要上传到网络上 老公的脸胀红 她猛地站起来 将桌子上的东西打翻 她疯了一般过来抢我的手机 嘴里骂着 赵小林 你大爷 我特么杀了你 我怒吼道 刘志强 你不要脸 跟刘喜兰乱搞 她都能当你妈 我还告诉你件事 彩票的事是假的 咱俩现在没有任何存款 钱就是刘志强的命 听我说完这话 她整个人愣住 老公的眼睛心红 她怒吼道 赵小林 你他妈玩我 房子是我爸妈买的 贷款也是我爸妈还的 虽然房产证上有老公的名字 但房子跟她一毛钱关系没有 老公朝我冲上来 保安将她拦住 老公跟保安扭打在一起 过了几分钟 警察赶到 将老公带去了警察局 陈衣手里有录音 她去警察局 举报老公性骚扰 老公被警察局拘留15天 并且录音里 老公也交代了 她有嫖娼的行为 刘喜兰也被抓到警局 刘喜兰当初走丢的小女儿 实际上是被她卖了 卖了一万块钱 刘喜兰的心肠很毒 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敢卖 我和老公的事 在某短视频上被传开 老公的公司将她辞退 还有网友将刘喜兰扒出来 雅人在互联网上 彻底身败名裂 刘喜兰的儿子 也因刘喜兰的事 被牵连 他还没有上大学 就已经被网友熟知 他有一个人贩子的妈 我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已经六个月 但我不能生下他 我不接受刘志强那样的人 做我孩子的父亲 我更害怕我的孩子 会遗传刘志强身上的基因 那太可怕 我将孩子打掉 爸妈照顾我一个月 我的身体也恢复好 刘志强正在坐牢 我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 走了几个月的流程 总算是拿到离婚证 我和刘志强彻底没有关系 七年的感情 最终走向尽头 我想散散心 我一个人旅行 用了一年的时间 走遍34个省 拍了很多张照片 最后 我选择道城安定下来 开了一家茶馆 茶馆的门口 放着一把摇椅 闲暇的时候 我就会躺在上面晒太阳 本文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